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台积电快破底 中华电台哥大今天都双双创了52周新地 也就是破底 兆风金玉山金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讲的价值型股票 怎么都在今天同时创下了52周来的新低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话题 熊市期间这种价值选股还管用吗 台积电居然在这么好的财报 以及展望的情况之下 股价又快破底 这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今天破底的还不止这个股票 还有台币 台币今天收盘扁了2.8分 正式今天收盘是扁破32收盘 这两天台币一直在盘中扁破32 但收盘硬是收回32之内 但今天没办法 收32.022是扁破了 今天台币正式见到32块的收盘价位 扁值2.8分 成交金额10.37亿美金 今天盘中低点是32.039 同样创下今年台币的盘中低点 也就是收盘跟盘中都双创新低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说日元 日元也快要逼近到150块日元 日元现在是149.44 我看今天日元破150 应该也不意外了 日元从破140到140块半 然后在140块半那个地方 对比145那个地方 140破了之后到145 145那个地方9月底 日盈宣布进场干预 这个可是24年来首次日盈进场干预 干预之后一天 他砸了200亿美金进去 砸了200亿美金进去去干预会市 结果使得日元当日大升 从大概14144.9吧 升到140多 但是两天之后 他又扁回去144那个位置了 等于说干预只有一天的效果 今天居然已经看到快150了 日元已经创了三十几年来的新低 人民币现在目前也出现明显的走扁 而且今天人民币扁很多 人民币现在目前扁了300多点 已经在来到7.2270离岸是7.2558 如果我们看离岸人民币的话 它是比较贴近国际行情的 离岸人民币在9月的低点是7.2672 就是说今年来最低的位置7.2672 那今天7.25已经差不太多了 只有差个一两百点 人民币就要创新低了 所以亚币还是持续受到美元强势的影响 或者说本身自己货币弱势的影响 那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强势 大家还记得吗 过去以前有一个美国财长叫做John Connelly 他在那时候对了各大国家的财长讲说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是你们的问题 这个话很霸气 我们的货币 我们国家货币 但是是你们的问题 最近美国财长叶伦 他的讲法比较温和 但是大致上一样的意思 这个财大气处一样的意思 他说强势美元是全球货币政策 奇异的合理结果 美元价值应该市场决定 换言之 就是说叶伦这一番话 他认为美元升值是合理的 等于说叶伦为美元升值 亮了绿灯 叶伦是接受CNBC访问的时候 他大大大大地讲说 他被问到说各国当局联手 抑制美元升值的可能性的时候 因为最近传出来 各国可能要反向货币战 大家一起来抛售美元 结果他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市场决定美元价值 符合美国利益 他说这个汇率走势 是政策差异的合理结果 他说美元是安全资产 所以在时局不确定的时候 经历了资金流入我们的安全市场 有这些因素都推升美元对广泛国家的汇率 听众朋友您平平理 对美元是安全资产 大家现在看到全世界不安全都要换美金 我们来请教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商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是木博好 还有大家好 段老师你觉得这个日元会到多少 我觉得会到155 对美金 那当然我们台币也是在扁 当然如果说对美金到155的话 那承押的那个程度的话 恐怕日本的那个财政厅 可能都会出来护盘的 当然我们现在在看说 现在来护这个日币的话 单纯的一个单一国家 要护自己的币比的话 恐怕这个缓不济及 所以现在大家说各国要联手抛美元吗 对啊 就叶伦刚刚就出来讲这个话 对啊 所以是不是也要美国这个国家 要出来一起抛啊 上一轮是 叶伦说没有啊 他说合理啊 他说美元现在手势很强 是合理 因为美元是安全资产 你们全世界不安全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最安全 来来来钱都进来 其实就是啊 之前啊QE的时候啊 那个美金啊 一直发泛滥到所有国家的话 那其他国家的 他要去握有比较高价值的资产 或者是展望比较 未来会有比较高价值的资产 全部都去握有美金 去持有这些美元的资产啊 所以搞到现在为止的话 美国要自己护要护自己的通货膨胀啊 像上一周好像是核心通膨的话 似乎好像又在创新高 恐怕这个租金还有所谓的住宅的部分的话 其实租金跟住宅是有落后指标嘛 例如说你要去 你的房子要出租给其他的这个客户的话 你一定会签一个契约啊 那这个契约如果到期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要随着通货膨胀率再上升 一定是的啊 房租不可能下来的啦 是啊 房租怎么下来呢 你现在这个房贷利率那么高 房东怎么可能把房租降下去 他一定是逐步的在调高 恐怕下个月再公布10月份的恐怕还会再创新高 对这个之前我在我的直播讲过嘛 各位看到CPI组成 shelter的部分就是租金的部分占了权重34%嘛 是啊 三分之一是房租 所以你可见美国人生活支出在这个租房成本上面 是有多么重大的支出 是CPI的三分之一的权重 就是shelter 就是房租 是啊 当然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关心一般的CPI啦 当然最近似乎好像 这个反转了 好像是在看 好像是Fed是认为说 要看到核心的CPI 要走平缓 或者是往下走 那他才会把利率控制在4.75以下 目前我看到的 有一些已经谈到5到5.25啊 这个5到5.25的话恐怕 好像已经有人甚至讲到7了 现在已经有人在放话说 但是Fed的那些那个几率的预测的话 基本上我看到的好像是在明年中的时候 恐怕会来到4.75到5左右 那是一定的 那如果说再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真的会破5 那如果破5的话 我看如果说各个国家利率 如果还是跟韩国一样的话 再加码 你的弊别还是在扁的话 恐怕这不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 这个利率上升 是不是价值股的投资的价值就陨落了 这是今天我们另外一个要讨论的主题 我们刚刚只是把这个汇率先带进来 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美国就是这么霸气 那我们也没办法 反正这个世界不安全 我们就只能换点美金 就是这样子 你说全世界各国央行 怎么联合抛美元 现在是美元危机 流动性危机 很多地方是缺美元 对 瑞士央行都缺美元 要跟联准会掉美金了 还抛美金了 就是说他们只能抛美国国债 去换美金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说利率 刚刚段老师讲说明年势必升到7.5到5% 现在是CME的FedWatch 现在看到的几率就是这样子 而且明年不会降息 那4到4.75到5% 我们随便用台积电的这个值率来比好了 台积电每一年配11块的股息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 台积电股价如果跌到300 我没有暗示说台积电会到300 我们只是做一个比喻 台积电如果股价跌到300 它的值率也不过3.6而已 这怎么算呢 你就用11去除以300 你除出来就3.66 台积电就算跌到300 它的值率都还没有 美国预期到明年的10年期 国债值率的水位 所以这个价值投资 在这种熊市 在这种利率上升的时候还成吗 但是台积电是不是 现在还是属于价值投资股 我想这个还会值得怀疑的 我小木华知不知道 这个台积电在台湾 从新北市拉到高雄市的话 它现在在建的晶圆厂 大概总共有17座左右 17座 那这17座的话除了台南有两座 是5奈米的 其他的都是3奈米 而且是高端的 似乎好像又要比3奈米还要在先进的 如果我们以5奈米一座5奈米 是160亿美金来看的话 那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总共17座 扣除掉两座的话 另外15座全部都要220亿 那如果这样算算算一座 如果我们平均是200亿美金来看的话 17座总共3700亿 那3700亿的话 现在目前台积电一年 大概赚个500亿左右 500亿美金 那如果用折旧来看的话 他还不是赚 他的营收 营收去年 台积电营收去年是1.5兆 接近1.6兆台币 你换算美金的话 他营收是568亿美金 这还是用营收 他是用营收来算 但如果说假设这些17座厂 全部完工的时候 那么可想 那这些厂 那每一年要折多少钱 那折大概就是370亿 如果用3700亿来看的话 每一年起码要折370亿美金 哇这个金额光折旧就非常恐怖了 明后年台积电折旧压力很大 对啊 所以如果说依照他的资本支出 再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他折旧的数量 未来会越来越扩大 还有一个隐忧就是 有没有这么多订单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个股价到底要怎么评价 叫做合理价格 事实上有很多算法 那你要从成长的角度来算 你从所谓的殖利率的角度来算 都是各种门派的算法 我们讲说天下武功 反正就各种门派 你是武当派 你是少林派 你还是额眉派 对不对 还是你是华山派 反正就不同门派 那如果说很多人讲说 用殖利率来算台积电 股价不合理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说台积电殖利率 要接近到4%的话 那股价跌到300 以他这个配息11块来讲 那为什么讲不合理呢 因为台积电是价值成长型股票 所以说照来讲说 我们必须要把他的成长性 把他估进去 在他的评价里面 如果你把他成长性估进去 就是说他今年可能配11块 他明年可能配13块 他后年可能配15块 他股力不断的提高 那基本上呢 他的这个殖率就往上升了 如果股价不变的话 殖率就往上升了 所以这个就是成长性 但问题是台积电 确实是具有成长性 只不过那现在目前 全世界景气这么烂 对不对 利率在抬高 那成长性还是重要的事情吗 还是回过头来看价值呢 这个就要请教段老师了 就说这就是一个两难问题 如果今天是熊市 谁在看殖利率啊 我今天在 如果今天是牛市 我今天买股票 我就是要赚价差 我还给你看殖利率 你那不赚钱的公司最好 只要你股价会飙 就像那个美国那些什么 SSR那种云端股 我们都看什么四零法则吗 RU40吗 对不对 不赚钱没关系 你股价会飙就好 可是现在是熊市啊 是啊 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来了 熊市就很多人非常关注 很多的指标嘛 要尝试说我到底现在持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或者是说我未来要持有哪些股票 那当然台积电这种公司的话 他的他的客户全都是国际大厂 所以因此是不是这种公司的话应该要拉到废办来去跟其他公司来去做比较 那如果说拉废办指数的这一些公司拉出来说他们现在已经跌翻天了 那殖利率当然是一定是涨翻天啊 如果说用美国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当然现在十年起的殖利率 如果说以4%来看的话 那台积电要跌到4%的话 那不无可能说他可能会接近300块 如果说以国际的厂商 如果他股息不调高的对啊他明年还是发11块的话 但是如果说用一他一他的EPS30几块来看的话 他的呃这个payout的大概不到五成了 有人说他payout是五成啊 那如果说他可以哪有五成 对啊他他他他明年可以赚35块 他如果明年还照发11块的话 他的股息值他那个呃 鼓励鼓励的鼓励支付率的话还不到五成啊 对啊非常低啊 那其起码台积电他可以做一个策略性的解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鼓励政策上面的话 可以调高一些他的支付率啊 以来抵挡说外在的一些债券啊 可以债券 现在持有债券没有风险的话 起码报酬都有4%以上啊 问题是他一年光复股息要复掉好几百亿 对对 我是没精算了 大概五六百亿跑不掉吧 是那你想看他他这么多的资本资本 您刚刚讲说一座这个五奈米厂要一百六十一美金 对美金呢这是有经过评估出来了 五奈米厂一百六十一美金 三奈米厂要double 是啊将近要double 对对对对 所以台积电这么多的厂在建 那他的这么大的资本支出 他怎么调升鼓励呢 他还有折旧的问题 对 谈到这个折旧的话 我相信这个折旧的话恐怕很多人都没想到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日金中文网啊 他评估台台湾掀起半导体的新工厂 这张图形啊 这个给给这个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厂商 这个可是日金网统计我们现在台湾了 光这个台积电就17座了 再加上比方说 这个南亚科的 今年六月份动工了 还有利金 还有这个联电 还有滑邦电 这个一堆 如果我们再看 再建的这些厂的话 我看这个可能会吃下 很多台湾的一些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一些现金 那光折 虽然折旧是没有用到现金啦 但是如果说我们光 我更正一下 台积电一年鼓励要发掉2850而已 他一季的这个鼓励 他现在是季发嘛 对他季发2.75元 一季就是700多亿的鼓励 是啊 那如果四季 将近3000亿 对啊 非常 发出去 外资拿七成 那基本上马上就出去了嘛 所以 我想这个台积电啊 这个目前在扩建的这些厂房的话 那资本支出一定是未来压力也是非常大 那当然他是不是属于价值股的话 那就要等待说他 因为我们现在价值股来评估的话 通常都是用比较简单的 大概是用PE ratio或者是PB ratio 或者是PS ratio 再来加上一些股利率的一个动作的话 来去评估说这档股票到底是不是价值股了 那当然要牵连到说是不是巴菲特 他所认定的这些价值型的股票的话 基本上还跟巴菲特一些概念 还有一点点的一个距离 那价值股的话 我想应该有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长期持有 那第二个特性就是集中 集中在某一档这样子 也就是很多的名家 他在选价值股的话 通常都会有这种特性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一段期间 例如说我采取的是用单一指标 先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表格 表格的话 如果说我们用今年1月3号 跑到今年的10月14号来看的话 那我们用几个指标来去确认说 到底我们这些价值选股的单一指标 是不是报酬率还会非常高 我们先从今年的1月3号 跑到10月14号为止 我把群组把它分成说 高的报酬组别跟低的报酬组别 每一档的股票基本上都有20支 也就是最高的20档跟最低的20档 那今年跑出来结果的话 最高的20档他的平均报酬 大概就是百分之148左右 148 但是用他的股利率 现金股利率来看的话 似乎也没有很高 所以你用股利率去选股的话 基本上是选不到这些高报酬的一些群组 那你如果是用PE ratio去找低的PE ratio 也就是说低的PE ratio 是不是他的报酬率会非常高 也不是这个回事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1月3号的PE ratio 如果我们选的是比较低的那个群组的话 那最后他会跑到63.05 基本上还有一点点概念存在了 如果说我们用PE ratio低的群组跟高的群组来看的话 今年跑出来的结果 低的群组 也就是说PE ratio比较低的 你一开始1月3号如果选的是PE ratio低的 那么你跑到10月14号为止的话 你的报酬率是负的33.40 反而你去找高的群组的PE ratio 你的报酬率还跌的不会很深 是负的8.28% 所以这个很纳闷 那当然这是单一指标 也就是说我们用PE ratio去把它分高低 来去判别说这个组别 他的20党也就是最高的那20只股票 跟最低的那20只股票的话 他的这段期间的报酬率 反而不是你去选PE ratio低的 那如果说比方说好了 我们很多人在选股的话 如果选到PE 那个EPS如果是负的话 那PE ratio就失真的 那你可以用的就是PE ratio 那PE ratio的话一样啊 我们如果选低的PE ratio的话 似乎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低的PE在年初的时候 你如果选的是PE ratio是低的 那你这一年跑出来结果的话 前面也就是说报酬率这一组的话 是负的19.40 那高的群组也就是高的PE ratio 那一组的话是负的29.81 似乎好像PE ratio比较可靠性啊 但是如果说对应上台股的话 台子啊在这段期间里面啊 跌的负28.15% 0050的话是跌的负30.98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用PE ratio 是跌负19.40 那可见他也打败大盘啊 如果说用单一指标来看的话 当然这是空投 如果相对多投市场 我把COVID-19发生的时候 三月份跌到谷底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拉到说季报出来 5月15号之后进场 看到季报之后的这几个指标 拉一年的多投市场来看的话 似乎好像也有这一回事啊 也就是说PE ratio 你如果去找低的PE ratio 似乎好像并不是怎么这么精确 因为是才27.22 那高的是31.97 那段老师您可以做个结论吗 就是说在多空市场里面 我们怎么运用PE、PB跟PS 这三个指标呢 去所谓的选价值型的股票 其实有一个诀窍 你把PE ratio跟PB ratio 这三个指标排序 从低的排到低 每一个最低的给他一分 最高的给他满分 排完之后三个加总出来 结果你排序出来 那个报酬率会比较高 而且会反正了 OK好 也就是说 必须要把这三个指标 一起综合运用 一起综合运用 OK好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